这是我的当头棒 我就用这句话敲打我自己的 我若是情不真诚 关怀生存空间 你看我画的都是想象的吗 是不是想象的作品 是不是想象的一件 不是 我一定要在现场去关怀它 我看看这个自然 到底它有什么伤害 它有什么话要给我讲 所以有很多人说 王叔是个画家 这个用在我身上非常不适当 因为我没有学画 但是我现在不是幻画的 我是用我的思想 我现在有了思想 我二十岁之前 我是用心在中外哲学史上 我十一岁都读装子 我读的第一本装子的 是王先谦的装子 请问 十一岁读装子里有几个 你就知道 我这个本性 虽然生下了这个孤儿 虽然生下了这个孤儿 但是我天性呢 就是用在思想中 二十岁到四十岁 我用在中外古典文学 以及升约 四十岁以后 我才进入美学 四十岁才进入美学 为什么进入美学呢 就是现在我要做这个工程了 我必须要替大自然说话了 你们有没有感受到 我们的自然的情绪越来越坏 我说自然的情绪呢 大家也很少听到这个名词 这是我一生的三个认知的过程 所以这次的画展的标题 我叫王书三语 是我嘛 刚才我说了 我有三个过程 还有呢 我有三个我 画 诗 书法 刚才您看的那个 DM那边就有书法 我用手指头写的 对 所以这次的展触呢 是用三语 另外呢 这个语还有一个动词来说它 给语 也就是说王书呢 这次把三个我 最好的我呢 给大家做分享 这个字 一般人用过吗 一般画家也用不上 就像我刚才说的 嗯 嗯 这两个用画 它是双关语 双关语 嗯 这里边啊 还有一篇报道 我怎么到了威延纳去 威延纳 这个奥地利这个国家 他们怎么会把我留下来 给了一个什么头衔 这个听了以后也很新奇 威延纳市长每年还给我过生日 这个听了也很新奇 我回来啊 已经将近三十年离开这里 可是回来我感受很深 我们在文化层次上 我们到现在啊 还没有开悟 你听了一句 深不疑为然 哦 我们现在 你看看读大学的有多少 留学的有多少 留学 对 可是呢 我要讲一个有趣的事 我在这开发展 我拿了最好的东西给大家 像这本书 最近出的 这本书是什么呢 情书别类 我写了一本情书 可是这本书呢 不同于一般人写的情书 我最喜欢读中外 名人的情书籍 可是看了之后呢 我也深不以为然 我自己写一本 大家看看如何 这里边有几天 大家看了会流眼论 最近有一个教授退休了 看了一篇东西 打电话给我 他说太动人了 那这个故事呢 就发生在中正纪念堂 国立养签订期间 中正纪念堂 曾处长把我邀请来 开发展 画展最后的一天 一个动人的故事发生了 这个动人的故事 是一个家庭里面 在画展结束最后的 两个小时 他父女两个人来看我的画展 看成画展啊 这样我就说起来这个故事 他的夫人 这位刘先生呢 是一位名医 退休下来 女儿呢 是在一个很不错的大学 外文系的教授 他向我述说 女儿就讲 她的妈妈 昨天晚上才过世 在医院 先生呢 也是这么说 他的夫人 在医院 昨天晚上过世 过世了以后呢 在他夫人过世之前 一个心愿 要让他们 妇女啊 帮他完成 什么心愿呢 让他来看王处的画展 你们去替我看 王处的画展 我心愿已留 可是呢 他讲起这个事情以后 我跟这位女士 毫不相识 还有 不可解的 他怎么在医院里知道 我画展的消息 那个画展呢 展了一个多月 没有新闻 为什么 他能知道王处的画展 他在最后的愿望 竟然是要看王处的画展 你想想看 这位女士是何等人物 所以我特别把它写在这本书里边 这两天很多人看了 都感动这篇文章 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棋女子 人到死的时候 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要看王处的画展 父女两个人都做到了 给他聊了这个心愿 所以我深受感动 把这个故事也写在这本书里边 可是很有趣 国内在文化的消费上 舍不得斤斤计较 我举个例子 我们每天进饭店 我看大家 一桌三五千 甚至五六千 甚至现在更有离谱的 现在一个人进去都要三四千的 这种翅膀 可是呢 你让他买一个 刚才那个DVD你看过了是不是 精彩不精彩 很精彩 那个DVD它三百块 没人要 为什么呢 太贵了 你想想看 这本书几百块钱太贵了 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的看法 我个人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偏见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包含台湾香港大陆 它这个沦落 就是说人在心灵上的沦落 其实是来自于外在的因素 因为我如果回去看附近博委员里面那些画 然后我去念中国图诗或者书 这个不用开啊 这个你拿去就 哦 你开那个画 其实我看到的不是画实道 我想到中国人讲道法自然 可以放在您的身上 就是法自然 所以你没有老师 那中国人会讲出 我们的古代的祖先会讲出道法自然 其实就是有一大群的文人艺术家 是在生活当中找到了心灵上的寄托的 所以才会有这四个字 一切以自然为法 可是如果从我最近的体悟来讲的话 我觉得为什么你们会去画这个自然法 如果我们去看活陀 活陀悟道是在灵中悟道 它的修道法是远离人群住在森林之中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会 被淪落到这种地步 纯粹就是因为很长时间的经济不发达了以后 现在的人 我们现在教育像您刚刚在谈的 什么叫念大学 念大学就是学了工程 学了科学 学了科技 什么叫做社会发展 发展就是赚钱 经济发达 有的吃有的用 所以大家的标准渐渐的变得很盲目 就是你看我一餐可以吃三千块 这就是我的能力嘛 我在这个社会的成就 所以他从小被送进小学 学的都是这些被扭曲的东西 他没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您的工作很重要 他没有机会去看到自然 他没有办法把自己放到自然以后 去感受到这个自然是怎么成就所有的世界 您的东西就是让大家说你看自然界就是这样 我插一句话 您问问这些学生 我这几年大概回到台湾来 在这开过几次课 您问问他们 原来没有上我的课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看到树 真的 只是脑海里 只是 树就是绿色的 刚才您谈到的菩提在树上舞蹈 你看到我这一盘东西了没有 还没有我还没有 我没有机会看过您的原书 我会好好看一下 知我知树 知我 我的标题都让人深思的 甚至我的标题 没有多少人能够进来 知我知树 知我 知道我 知道树了 还有呢 这个解释很多 可是这里边呢 我说了 树的了不起 你看到这篇文章了没有 没有 我还没看过 您要看了 您看了以后 你才恍然大悟 我说我没有读过书 我读的是这种书 我读到什么书呢 先把空蒙读几山啊 我读的是那些空蒙的山册 刚才您看了吧 那都是我读的书啊 刚才里面有一段文字 我读 我读放步门外 我要从头说起了 因为我小时没有家 就没有一个家的格子 就在外面流浪 没有进过学校 不知道学校的教室的格子 也是在门外 也是在门外 跑来跑去 到了社会上 我也没有进入社会的格子 你们要进办公室 你们要进办公室 是不是 我把办公室丢弃了 我原来在台北 看看我的小段 一个化工厂 我把它盖好 我给老板讲 我辞职了 不干了 我薪水和气高 这个化工厂 现在还在树林 你看看一个这样的背景 你把我列到哪一个行里面去 列到读书人 列到画家 列到商界 商界我呆了一阵子 我的头脑也都一流 王叔是一个这样的生命 所以我只好读来读 庄子就说了 这句话对我很受用 出入六河 游湖九州 独来独往 是为独有 独有之人 才是智贵啊 庄子在他的预言里面 讲的这一段话 教育了我一辈子 教育了我一生 所以为什么我说 我十一岁就在读庄子 那时候读的一本呢 还是王贤谦的 清朝的 近代 结庄结的最好的一本 我这里面谈到很多的 谈到宋的王 宋朝王 王在文人手里边 怎么王的我都谈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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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